月神界可否还曾来过 萧炎看向了萧无天问道 月神界的确没有再来过 不过曾经封我斗地大陆三千大盗 残杀我斗地大陆众多强者 这份仇怨又岂能不报 萧无天分开道 只有他知道 曾经斗地大陆经历过什么 而作为斗地大陆的守护者 曾经的仇怨 若有一天能报仇 也绝不会心软 萧炎眉头微皱 血神界但的确没有任何好感可言 而且血神界除非没有实力 一旦拥有碾压般的实力 必定还会对斗地大陆实施报复 我听闻还有其他借口 也来我斗地大陆偷取个资源 萧炎问道 斗地大陆原来那片金色的海洋 便是元气所化 这便是斗地大陆最大的资源 而如今金色的海洋已经消失 不知是融入了天地之间 还是被其他借口洗洁干净了 广汉天宫曾经来过 夺取了一部分资源 我本想出手 可一旦出手 就会遭到广汉天宫的报复 如今的斗地大陆 还承受不起借口之间的争斗 所以选择了隐忍 小吴天也是苦笑一声 脸上露出无奈之色 竟有此事 周遭这几个借口 实在有些欺人太甚 赵龙 立刻召集斗地大陆所有斗仙强者 所以我却把属于我们的 或不属于我们的 统统抢回来 萧炎的眼神逐渐冰冷下来 既然他是斗地大陆的借主 那么维护斗地大陆 便是他的责任 乐少龙当即点点头 不过斗地大陆的强者 都是由千老统领 乐少龙立刻通知了千老 萧炎这边 丁月住在萧府当中 守时射星空罗盘 能够看到四周虚无海的 大致情况 小丁 此去广寒大陆需要多久 全速前进 萧炎问道 丁月首长一挥 面前便是出现了一幅 立体光幕 能够看到四周 闪烁着点点光芒 这些光芒 就是存在于斗地大陆 虚无海之中的其他借口 全速只需两月 丁月立刻做出了回应 在这些时间里 他已经将斗地大陆周遭的十多个借空 都做了一些了解 两月 小五天震惊到 在他刻板的印象里 借空和借空之间的穿梭 快则需要几十年 慢则需要百年 用月份来计算的 小五天也是第一次听到 当然 小五天虽然也是斗神 但实则萧炎他们 已经远远地所在了 小五天认知的前端 吴卫号 是丁月在古神殿 用了很长时间 才制造出来的方舟 融合了远古明和科技 因此速度 也不是寻常方舟可以比拟的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地 把账给逐一清算 萧炎缓缓地说道 这个模样可不像是在开玩笑 而是动真格的 小子 就算召集所有的斗仙 此去这些借空 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皆是有斗神作证 说白一点 若是此去这些借空 明面上 就是斗神和斗神之间的战斗 萧无天有些不解萧炎的行径 为何要召集斗地大陆的这些斗仙 以他们的实力 在斗地大陆 或许还算得上强者 可走出了斗地大陆 区区一个斗仙 可远远不够看呢 更何况 这里最强者 不过五星斗仙的前老罢了 前辈放心 召集大家 只是想让斗地大陆的后辈们 增加见识 面对这些敌人 我想 我一人便足矣 萧炎缓缓地说道 萧无天闻言后 也是略微点头 我这样的老头 只能给你加油助威了 你可别想着我出手啊 萧无天说道 我还以为前辈想要自己报仇雪恨呢 我爱 若前辈想出手的时候 再出手也不吃 萧炎笑了笑 萧无天也是笑着点点头 前老很快便是将斗地大陆的一众斗仙 尽数聚集 来到了萧府之中 前老如今的实力 在斗地大陆 乃是名符其实的第一人 他是曾经斗地大陆的老祖之一 其天赋自然是毋庸置疑 丁月 展开五位号 准备前往广汉大陆 萧炎一挥手 当机立断 既然说了要复仇 那就一定要做到 丁月略微迟疑了一下 萧炎便是转头看向了丁月 怎么了 萧炎见丁月看着星空罗盘 目光有些疑惑便是询问道 萧炎 好似有近百艘方舟 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斗地大陆而来 丁月凝重地说道 萧炎闻炎也是微微一正 萧炎心头一震 他倒不是害怕 而是担心 因为这是斗地大陆 却他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下来的地方 萧炎和丁月心头的第一想法都是 斗神联盟来了 萧炎顿时感觉到了情况不妙 立刻转头看向了萧无天道 前辈 情况有变 不知是斗神联盟派来的追兵 而是其他技工发起的进攻 有近百艘方舟 正朝着斗地大陆而来 为了安全起见 前辈能否先对斗地大陆进行转移 将他们带到斗地大街之中 暂且躲避 众人也立刻明白了萧炎所言 简单来说 就是有敌来犯 萧炎为了保护他们 想让他们进行撤离 接着 我等愿为斗地大陆赴汤蹈火 绝不躲避撤退 前辈直接上前一步 眼中一片坚毅 躲避不是一味的办法 萧炎立刻转头看向了前辈 面色凝重说道 此番前来的敌人 有可能很强 强大到可以瞬间覆灭这个借口 暂时的躲避 不是懦弱 众人一阵沉默 就连萧无天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着萧炎凝重的面色 想来这次的敌人 可能很强大 以至于让萧炎都紧张起来 萧炎眼神威眉 若这百搜方舟 来自斗神联盟 那么就可能是 剑书和武镇败露 将他全盘拖出 斗神联盟前来讨伐 但萧炎心中仔细盘算 便是发现不对劲 若是按照石仙线来推算 若真是斗神联盟 他们也不可能会如此快 就抵达斗地大陆 丁月 确认一下 这些方舟来的方向 萧炎立刻转头看向丁月 营重道 丁月低下头 顺着方舟而来的轨迹去推算 很快便是发现 这百搜方舟 并非是来自于一个界空 而是来自于不同方向的 三个界空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